我平时习惯喝冷饮 也多年抽烟的习惯 经常熬夜 于2017 5月21的时候 5点20早上 起床后发觉右胸怪怪的 有点压迫感 呼吸不顺畅 但想说过一下子没关系 就照常生活 到了2017 5月22号的时候 早上7点多 同样的症状 但多加了咳嗽 感到不舒服 想说应该没关系 到了中午才去看医生 到2点的时候 医生诊断为气胸 区域马上开到 我爸来过原始点 听过讲座 深知气胸是不会产生症状 而是因为体寒体伤所造成的 他就马上联络基金会的志工们 如何处理 余下午5点的时候 我们办厨院 6点的时候到基金会 由志工紧急处理 先帮我 魂服喝姜茶再进行按推 按推时 感觉非常痛的地方 是上背部跟肩部 经处理后 觉得右胸就没有那么的 那种挤压的感觉 呼吸也慢慢的顺畅 做完这些后 回家后 也持续用了暖包 温敷 也喝姜汤 喝姜汤 然后它的做法为 一斤生姜 加1500cc的水 然后熬制变500cc 然后再加上 冷身5000 2017年5月22日 X光片 与左肺相比 右肺明显回缩 2017年6月5日 X光片 14天后 右肺大小 由明显恢复